Inpress 自行美工制作 我们在做投影片的时候会希望有一些特殊的字体 让我们的简报更吸引人 例如这个标题我们是使用了比较大一点的字体 那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更美观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制作 请到绘图工具列下方有一个自行美工画廊 您可以叠选这边 或者是到功能表这边选择插入影像 自行美工画廊都可以 当开启的自行美工画廊之后呢 您可以先选择一个效果 选择确定 目前是英文字 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标题认识校园职务 请你在自行美工的上方快点滑鼠左键两下 把原来的英文字删除 好 到这里呢 还没有完成 为什么呢 我们来试看看在自行美工的外面呈现箭头的时候点选 好 你可以发现它呈现一个乱码的状态 那怎么修正呢 好 点选自行美工 再快点两下 把认识校园职务选取来 指定一个中文字体 应该到这边指定 好 或者这边指定都可以 那大小呢 可以暂时不去指定 好 之后我们会发现自行美工的中文显示正常的 好 我们在外面点选一下 表示完成制作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改变自行美工的大小 好 当改变之后呢 你会发现有个控制点 颜色不一样的 你可以点选拉住 改变效果 好 当挑出这个自行美工小视窗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改变它的形状 一样你可以改变效果 按住黄色的拉动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制作自行美工的方式 那当有了这个自行美工之后呢 原来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移除掉 好 删除 把这个自行美工呢 往上搬 好 完成一个比较美观的标题 好 这是我们自行美工效果的制作方式 好 您可以尝试看看其他的效果 好 谢谢大家 邀请大家介绍